小杜飞鸟 我说的是银头 小杜飞鸟是彻底子 本来都是彻底子 彻底子是櫃外的 我们这里可能有彻底子 都没有彻底子 有 从今二十五一斤 到我们零水只要十二块一斤 还是比较便宜 从今的时候我烧了一条鱼非常成功 今天回来我要给小孩子们 烧一条鱼给他们吃 展示我的才艺 你坐着 你坐着好烦哦 我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给他先改个花刀 多大点料酒 去腥 然后一定要把姜和葱 你要记得要出水 千万不要随便泡 它是太复远了 按摩的时候要注意到鱼鸡 讲过后要吃 不要出手 下次我没待会的事情都可以少给他吃 两个小孩子都喜欢吃鱼 要不吃鱼鱼 摆得把说的都坏了 几会没了算了 吃东西不要着急 饭要一口口的吃 今天做两个我最纳索的 也是我最近 进步了好几次的 食品教学里面 学到的 但是这个菜不上 这个时候还是我销售的 你切了啥我来哟 你来嘛 切丝丝还是我们的专业 来嘛 天呐你去弄大片片的 切这么厚里了 切丝丝了 反正你就是想起我气泡 你弄那个二斤条来的 这个不不不浮腹啊 这个不浮腹啊 不浮腹 你知道吗 你别慌 别再挤 这个一定要用铁锅 不用铁锅就不香 好了 起锅 本来 我是想用那个 来倒的 物的没得 不想给我弄垃圾 是呀,我得用盆子来盆 花椒味 因为是下饭菜,多点盐 再说盐也比较便宜 便宜也不用多吃 鸡筋 再放点香油 然后用红黄之力 把它倒碎 小时候我到外头的时候 不想炒菜,不方便 都是这个来弄香 是啥弄香,那个臭啊 哼,回来了 那个臭啊 明明那个香那个臭,话都不会说 哼 哎哟,好缓的 就是这个味儿 一刀下饭菜就完成了 饭菜 再把它煮一下 这个鸡肉 来自然 吃起来吧 鸡肉 冰箱那个鱼煎了不好 嗯 煎了有点失败 大了点啊 鱼有大点 看鱼的如果大 鱼就良不到 香蜜 蒜 小米辣 放点豆瓣 哎哟 放点蚝油到我这儿我舀点出来 今天最失败的就是忘了放花椒 煮出来的味道肯定没得煎出来的味道香 那是网羊不老,我也是网羊 煮饭我是业余的,吃饭我是专业的 哎哟 倒进去 倒进去把汁儿捞成姜糊状 香不香?香 闻点香味没有? 闻到了闻到了 那是搞什么? 还做狮子头吗? 肉圆子它 哦哦哦 这个胖哥买的沙子 他说这个可以弄成圆圆 我看还没得我棒的条 弄去快些哦 妈 再放点看,你看菜在里面 好 起锅,准备吃饭了哦 吃饭都吃饭嘛,先把车子吃下来 吃饭呢 我从今都没吃,从今二十五 我估计在四十块,刷一半都加 首先说明,这是我看教程做的 不好吃,只能怪教程,不能怪我 因为教程是创造者,我只是分享者 好吃这个哦 嗯,好吃 你们是不是加了啤酒? 没有啊 加啥啤酒啊?为什么啊? 没有啤酒啊? 没有啤酒啊 尿酒,啤酒 我还没放那个老抽 你妈妈说,没上颜色 嗯 哎哟,我这个耳睛条 哎哟,真的是香味了,下饭 好得很,你真的小的时候 我们就这么吃一下 你要不吃完肉框吃菜 嗯 刚才都在吃 多吃肉碗嘞,尝胖点 日子过得旺不旺,全看老婆胖不胖 多吃点 老爸回来了,我们吃东西 都有点稀奇不怪的 你没见过哈 嗯 这是他们小时候能够弄的 我们其实小时候也有能够弄 我小时候能够 我们小时候是因为物质比较区乏 你们小的事,那完全就是两码事了 就像你爷爷说的 一代人比一代人 他的日子只有越来越好 嗯 来啊,吃鱼啊 吃了,咋没 注意到吃了哈 嗯 儿媚今天中午要是带屋台 肯定也喜欢她爸爸烧的菜 哈哈 儿媚都是带抱怨 她说 她说我们中午老师吃好了 吃了下午吃 有时候给她剩下有时候都没得 真的啊 我晚上再买条鱼给她烧一条鱼给她吃 还起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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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啊 我不吃了 我什么都要起碗 我不吃了 你又讲不了 我吃菜 你第一天 这个很多朋友留言 喊我少吃点米饭 少吃点菜 我刚开始住的时候她嫌弃了 看来她跟你两个臭味相同 你不喜欢吃吗 我不是你喜欢 你给我吃碗了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哦 嗯 好 去休息一下 我跟你说老实话 不是我太胖了 不要买衣服 我早就给你吃完了 好了不吃了的 不吃了 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变成这个地方 下期再见 拜拜 吃饱 吃好 这才才生活 十点十点 吃啥快吃啥了 嗯 吃鱼要不要那点鱼吃完 啊哈 鱼光吃我 还我吃完 你吃 把那点鱼肉吃了嘛 我点啃骨头 你啥肥肥肥肥肥 吃肉 吃肉 你不吃我的吃肉 你吃嘛 你吃嘛 你四刀的肉上 你没关咯 嗯 快说说干了 看你那个 好乌肉好样的样子 快快快快 谢谢大家 好 蚊子